嘿嘿嘿 我的斜杠 斜杠BOSS的观众 大家这个星期天好 今天是下雨天 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那我在做什么呢 斜杠BOSS就是 不光是说跟大家分享 赚钱的部分 那其实呢 为什么我们要用过这样的生活呢 因为可以做呢 就是我们是Masters of our time 然后可以做这个 看到吗 这个前面这个 工艺的部分 那今天呢 近几天呢 真的创官人啊 Uncle Tony Tony 那一起在他的家吃过早餐后 就一起来这里 你看 这整车的这个是小孩子的玩具 还有很多大人的衣服 小孩子的衣服 那这一车呢 是要运到 这个印尼 的一些 这个乡村比较穷苦的地方去 对 就是这样 我准备好了 那这一车呢 是还要继续的打包 那这个是 在本地的 对 那今天呢 那 新几天呢 过着一个不同样的一个 这种 斜杠青年的一种方式 就 那 这一些工艺 啊 其实还在转一圈 很多人的捐赠 很多人的捐赠 就是这样 对 那对这方面呢 想要贡献你的爱心的哈 对 做一个善的力量啊 看到 对 那记得 到这个网站 去 游览 对 去看看 好吗 好 希望呢 我录制这个影片 所以为什么我要 呃 就是 成为一个斜杠 青年啊 就是用 这个 在杠杆的情况下 就是零工经济 用这个laptop啊 创造收入的方式 就是因为 我可以有在时间上的自由 time flexibility 去做像今天这样 这个星期天的回馈一些社会上 啊 有需要帮助的人 对 所以你看 呃 创业啊 也是一种服务他人的啊 对 虽然是有呃 商业的这个利益的存在 但是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 呃 我的生活方式就是 都是去服务他人 对 赚钱也是 啊 做一个善的力量 也是服务他人 所以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you know 呃 一致的 他是align的 不是说 好像上班是一种人 然后下班是另外一种人 不是这样子的哦 那我打工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样 上班的时候是一种人 下班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你成为一个斜杠 像青年斜杠boss的时候 对吧 那你是一种零工经济的方式 赚钱的话 那 其实 工作的时候 的那种心态啊 态度 跟 呃 没有真正呃 工作的时候 他是一样的 这是我想表达的这个东西 所以 希望呢 你有机会啊 给自己 一个机会 去考察 这样的一种 啊 赚钱的模式 啊 那好了 记得啊 成为一个善的力量 对 给大家看 呃 这个 身为一个斜杠青年 就是说 斜杠创业的方式 你的 生活里 可以 呃 成为 更多善的力量 就是我想表达的 对 希望你 这一集的跟你分享了 啊 你会喜欢 你会更明白 更深入的明白 鞋钢创业到底是什么 好 那我们在下一段影片见了 记得点赞 点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咯 拜拜